眼看周六就是大選投票日 北漂青年回不回鄉投票 数据会说话 台铁目前统计选举输运期间 已经卖出17.5万张车票 全线对号列车售票率约为四成三 另外高铁统计到周一早上八点 已经售出31.5万张 相较2020年售票不足30万张 订票数已经超越上街大选 双铁一共卖出49万张车票 高铁公司官网显示 大选日前一天 周五从上午十一点开始 全为热销车次 周六一早六点到下午两点 也同样热销 台铁表示和四年前总统选举比较 总位数增加百分之八点八九 今年同样输运量能 平均运能较平日增加百分之五点二 总位数增加超过四万个 我自己是有工作啊 当天 当天要工作 对 投票又回去一下就要回来 很累 可能二十四岁到二十八岁 这个我就不清楚 可是对于我对于三十岁到四十岁 这个年龄阶段的话 我并不觉得说他们不会回去投票 台铁检视大部分车次尚有余味 不过依据过往经验 选前一周定位数还会再提升 也会加开西部干线两列次 协助旅客返乡投票 三線新闻高官薛肖昂明 台北采访报导